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反舟过来 我醒来之后 我的病情我父母也没跟我讲 后面我偷偷地问了他们 才知道自己站不起来了 回到家里 一开始我老婆还可以 时间长了 他又觉得辛苦 后面他要求说带小孩走 我也同意了三小因为我也没办法 有经济来源了 后面他走了 我就跟我父母在一起生活 当时像我一急癱瘫痪 医生出院的时候 医生跟我父母想要照顾好 因为不照顾好 身上会烂 所以我父母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帮房吃生 晚上也是一样 16点吧 所以辛苦劳累也都病逝了 当时经济条件也差 我弟弟也下深圳去当了个工程司机 这样有个固定收入 我父母去世以后 我们就师兄弟开会 因为我还有两个哥哥 两个哥哥身体也不打定 当时讨论到我的问题 这时候我弟弟就站起来 他说 他带我去世以后 他照顾你 对 他说我来照顾你 我就跟我弟弟回到深圳 像我这样子 又不能离开人 我弟弟因为他会开早班车吧 四点多钟去趁 到中午十一点下班回来 还要照顾我 喂我饭吃 然后还要帮我按摩 帮我弄好 他才能休息 因为我弟弟基本心是都在我这边的 就对妻子冷淡一点了吧 我时不时进到弟弟的房间 他们两个婆吵叫声音 没多久吧 突然我发现弟弟几天不回家 我就问我弟弟 我说 弟弟 你老婆去哪了 怎么几天没事呢 我弟弟说 大家那么离婚了 我们是兄弟 我不会抛弃你的 我们是兄弟 我不会抛弃你的 我有葬名的 和给你帮忙 吗 帮忙